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对我们马来西亚人来说,可能会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天 因为今天我们很可能就会见证 自从新冠肺炎疫情状况以来 我们马来西亚的疫情 今天就会突破10万例 就是100千例 那么这个绝对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 也是你我共同见证的一刻 无论如何,我们来开始今天的疫情简报 所以感谢大家从上月之前以来一直支持 所以大家记得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因为你的支持就是我们继续工作下去的动力 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 数据成为网站 我们已经看见了 这个全球新冠肺炎总感染人数呢 已经逼近了 这个8000万例 现在是7900万例了 那么10万人数呢 已经达到了 173万人了 那么这173万人呢 有很多 他们不应该是在今年 往生的 但是很遗憾 今年发生的这个疫情 好,现在我们先来看我们的这个全球的疫情总数 我们当然可以看到党首一堂还是我们的美国 目前已经达到1800万的 印度在后面 那么今天我们 先从马来西亚 开始 马来西亚目前呢 排名全球 75位 那么是最近这两三个星期之内呢 疫情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我们从90多名一直冲到75名 所以呢,昨天为止呢 它是98737 按照我们这几天的每天的新增人数来看呢 今天 12月24号平安月之日呢 我们很可能就见证到 马来西亚突破10万例 就会排在这个巴拉圭之后 当然今天还不可能会超过这个巴拉圭 但是说今天突然间 我们的确诊病例 变到只剩下几百例子 剩下一点点 我相信呢 大家 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也是不可能的 对吗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 昨天整体 全球的这个疫情 就是全球增加了 那么昨天呢 我们可以看见 一个 一个数据 就是全球增加了 68 万 例 所以 所以 对比这几天来算 也算是一个非常高的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呢 还在一直 重破新高 我们对比这里的话呢 当时我们看到全球最高 是73万 8 所以 昨天呢 算是蛮高的一天 当然 这也归功于这个美国 美国呢 是一个已经 彻底失控的国家 美国现在 昨天新增 23.2万 所以你看我们马来西亚到现在呢 都还没到10万 今天可能到10万 但是 这个美国呢 就 一天就给我们增加了23万 然后昨天为止呢 5位数 以上增加的国家 一共有16个 算是蛮高的 那从 这个墨西哥呢 也进入这个5位数的 那这个波兰 捷克 这个荷兰 乌克兰 他们都处于 5位数的增长 然后呢 4位数的增长呢 就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4位数的增长呢 高达58个国家 58个国家 最后还名的是 南韩 就是韩国 然后尼日利亚 一山山 然后哥斯达利加 然后连这个 小国的拉脱维亚呢 目前都以4位数 在增长当中 然后这个马来西亚 昨天的新增排名呢 是全球 第50位 所以整体来讲呢 全球的疫情呢 并不乐观 还是依然的 非常严重 那么在死亡数据当中呢 我们看到最让人震惊的 那就是美国 仍然维持一天 3000多例 死亡的病例 那么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高的数据 然后我们回到整体的数据来说 大家可能觉得 我们马来西亚的排名 根据纯旧排名来讲 我们都可以看到 像阿塞拜江 这些小国家 像这个 像这些 巴拿马 尼泊尔 约旦 约旦 这些人口比较少的国家呢 都能够排到这么 这么浅 都 随随便便就20万例 为什么马来西亚呢 还不错嘛 事实上呢 并不是这样子看的 因为我们看这个马来西亚的检测数来看呢 马来西亚的检测数来看呢 是310万 370 140 那么整体来讲呢 这样的检测数呢 是属于非常 低下的 所以我们可以 看一下这个问题就出现在哪里 马来西亚的总检测数对比纯旧的话呢 它才达 到第47名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 一些比较小的国家 甚至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 甚至一些 连中亚的这个哈萨克都已经 检测了500多万了 其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邻国菲律宾呢 已经检测600多万次了 阿联酋就不用说了 他已经 他全国人口 他已经检测了1900万 就是一个人最少检测两次以上了 所以他已经 人家检测到Round 3了 中国还没更新数据 1.6亿 印度已经超过1.6亿了 1.65亿了 所以 印度的这么多的病例呢 当然是透过 积极的检测 所带来的 那么 以这个每100万 人的检测数来 做比例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见 我们马来西亚的严重的问题呢 你看他到70 那时还没找到马来西亚去了哪里 他到现在还没找到 还没找到 找到了 现在马来西亚的 每100万人的人均检测数呢 是97千人 97千人 9.7万 全球排名第116 所以证明呢 马来西亚的疫情呢 可能我们觉得今天才有 这个 9.8万这么少了 其实就是因为 我们采取了一贯的 马来西亚的 开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 这个文化 所导致的 那个没事 别检测 你打电话去检测呢 可能那个 你会收到 你会收到 那个比较不好的回应 没事 别来制造数据 这样子的事情 如果真正有检测的话呢 也许可能 许多许多大马人 如果你在最近的这半年里面 你曾经上风咳嗽什么 不可能你都已经 曾经被感染过的 但是没出现 严重的症状 连自己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的 每100万人的人均检测 才 97千世界排名 第116 这个跟马来西亚的国力 完全不符合 马来西亚的国力 绝对可以在世界排名 第30之内 也曾经排名过 世界第1 世界第3 因为我们这个国家蛮厉害行销的 但是 这个检测的能力的低下呢 也是造成 我们今天 面对这个疫情呢 到今天呢 我们还不能 摆脱 这个疫情的 主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看见 像这个 阿联酋 阿联酋 人口900万 已经检测了两个回合了 就是每一个人 最少平均检测了两次 在我们马来西亚呢 才3000万人口呢 每个人 一轮的检测 都还没检测到 也许有一天 这个 这个检测仪器普及了之后呢 就是那个 人人都可以居家检测了 你可能你发现到检测一下 万一我有了 碳体怎么办 就代表 其实我们曾经被感染的 我们还不知道 所以呢 我们也希望 大马的政府呢 能够对这个疫情的方面呢 有更好的交代 而不是交代到 不清不楚 所以今天 我们看到大马的 10万人的 10万人的病例当中 其实呢 并没有交代到很清楚 因为 你想讲多 他就说你是假新闻 Anyway 我们 今天呢 平安夜 也可能就是我们 突破 10万例的这一天 但是 大家不要太过 悲观 大家有宗教信仰的 记得 念佛的 多多念佛 为全球 念佛 消除业战 那么今天 基督徒的 请记得 在这个平安夜呢 我们一定要为国家祷告 为全球祷告 因为这个 疫情呢 肯定可以随着我们的 诚心祷告呢 啊 被 神 所 化解 因为这个 耶稣的保血呢 他能够消灭 之前很多的罪 好 那么今天的 汇报就到这里 那我们明天 再见